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木 来切腥味 配器能错向小木 高挂 脱退定视又来了 这个非常古老的 非常古老 也有很简明的定视 在这么非常现代的 二发围棋 人工智能 它依然还是对这个定视很喜欢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 就是黑旗沾完之后 不管这边是黑子或者这边是白子 它都不太喜欢在这一代立二拆三 不喜欢拆这个 不管是高的低的 如果是白子的话 二发喜欢直接挂过来 如果是黑旗的话呢 它要在这边走的话 它是大飞手脚 追求更高的效率 这盘棋黑的是挂 那么白棋小飞 白棋小飞 这个旗星 我们以前下期一般觉得在这个地方拆 黑的能挂到一下 再拆到这 这旗星就已经不错 因为单拆的话 白棋可能要逼过来 挂到再拆 就觉得这个结构不错 但是 AlphaGo它有更高的追求 它再拖进来 拖进来 白棋当然要搬 连搬 这个脚拖了连搬 是这个 是AlphaGo它 比较喜欢的一个手段 它不太采用这个飞的下法 可能觉得飞有点松缓 拖完斑很紧凑 它在跟柯杰的这个对局当中 这个也出现了拖和斑的下法 那么 普通的白棋的应对呢 最简单的下法是沾上 黑棋一虎 走成这样 那么复杂一点的呢 白棋要想把效率走得高一点 打吃 黑棋接上 这时候白棋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接 一种是冲下去 如果冲下去的话 黑棋在这个局面应该会断 然后把脚上这个字吃掉 黑棋火脚 白棋呢 翻打上来 如果这样的局面的话 黑棋应该会选择在这一带拆 挤一下 拆过来 把这四个字安定 那么同时瞄着这沾上 白棋如果再补一手 如果在这再补一手 那白棋有点重复的感觉 这 黑棋得了脚地 这里又拆到了 白棋还要落个后手 黑棋在这边 这边又该黑棋先动手 黑棋速度很快 白的这里后势不发挥 如果不走呢 被黑棋沾上 白棋两块都不安定 所以在这个局面 白棋应该不会选择冲下去 那么打吃之后 除了冲下去的话 另外一种下法是接 黑棋局部也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挡 另外一种是吃这个 如果吃这个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 黑棋一定是不会选择吃这个 局部下身这样 但如果黑棋选择这个的话 绝好点被白棋给先占 这显然黑棋不能满意 白棋走了这个 又加工黑棋这三个子 同时又发展了这边外市 但局部有这样的下法 在有些场合可以适用 那么黑棋现在会打 挡完了之后 以 阿尔法老师的风格 它应该会贴起 像这种拆的话 就都感觉松缓 贴起 这个局部棋型也是一种常见变化 那么 在这盘棋 白棋做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 比较特殊的选择 这部棋以前 至少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没有 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个下法应该是没有见过 倒虎在这个地方 倒虎 很有意思的一手棋 倒虎比这个蘸呢 倒虎湾 黑棋也是一倒虎 倒虎湾这个长就显得特别大 蘸的话呢 这个长不见得很着急 倒虎了黑棋虎 如果被黑棋虎到这儿 那这个子的位置显然不如接上 所以倒虎湾它的连贯动作是长 那么 白棋这样选择是判断就比 比这个普通的下法要好呢 还是觉得它就觉得这么下 也跟那个差不多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等于白棋少走了一个打吃的俗手 但是呢 这棋后退在这儿 比例在这儿呢 总觉得应该是稍差 各有利弊 在这儿这样下 倒虎很有意思的一手棋 当然白棋要利的话 白棋如果利 黑棋不会虎 让白棋停在这儿 白棋如果能走成这个形状呢 应该比这倒虎在这儿要好一点 白棋利的话 黑棋局部会虎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开截的可能性 即使黑棋接上 这个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黑棋打到这儿的时候 白棋这个子在这儿 好得很 好很多 因为黑棋提的话 黑棋这一提并不舒服 黑棋一提 白棋提在这儿 这边的木树差多了 而且将来还有这一代利用 而你如果在这儿的话呢 如果在这儿 白棋吃一个子的话 黑棋打在这儿 将来提是先手 是一个愉快的先手便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别 虎在这儿的话 黑棋提 白棋提在这儿 和接在这儿 这差别巨大 倒虎很有新意的一种下法 黑棋护 白的长 但是呢 应该说黑棋也没什么不满 先手把这里脚地给 分了一块 好 那么白棋挺头 挺头是棋性的要点 接下来呢 黑棋 尖冲 尖冲在这里 这个 它究竟是什么意图 还是 我不是很 理解的不是很清楚 这部棋 它究竟 究竟什么意思 当然白棋如果跟着爬 那么黑棋可能 点一下拖鞋 将来跳一跳 或者现在就跳 以后走起来 比较有劲 有调子 虎下来 而白棋如果这样硬呢 这点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 视作先手便宜 总之这种三路的棋型 阿尔法很喜欢 走 尖冲 白棋索性脱鞋挂脚 脱鞋了 它觉得你挡下来 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这边走出去 这一代也是先手 说不定黑棋反而走中 黑棋也没有马上 也没有立即挡下来 而是 飞 又使出 使出这个 阿老师特别喜欢的 一小飞 小飞之后 这再挡下来 这就比较厉害了 黑棋在这一代 要成一块大空 所以白棋需要在这地方走棋 是爬还是飞呢 感觉上爬的话呢 将来被黑棋跳 白棋依然还是不舒服 还需要再走 飞一个要好一些 而白棋是 这时候 大飞 这又是出人意料的一部棋 大飞在这里 也是很飘逸的感觉 很奔放 黑的如果不走 白棋跳下去相当大 跳下去之后 黑棋还得缩到里面去补活 而且白棋打先手的话 这地方黑棋不好出头 白棋这挺有意思 它这个打吃是先手 但是它又保留 这让黑棋难受 如果白棋打掉 那么黑棋贴完这有断点 这有断 白棋又不打 随时保留打 你出头也 这里头又软 贴完之后呢 这白棋不撞这一气 这还没有断 所以不能被白棋跳下去 而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如果走这个 将来被白棋压起来 黑的比较难受 白棋比如说 就俗打完之后压 黑的要是接 那这气形 白棋等于压完 飞了之后 黑棋并在这 这黑棋 要走的话 总是走这个 居然往这并了 那白棋舒服了 如果虎 俗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很别扭的 以后被靠下去 这头软 所以黑棋的形状 这棋形 黑棋是印在这个地方 相当扎实 下一步它要靠出来 并在这 这个棋形 并在这是 功力深厚的一步 白棋在飞 这两个交换 看上去白棋 不知道是不是 能算先手便宜 至少是有一种 先手便宜了的感觉 最起码防止 你这样贴起来 之后呢 黑棋大飞 好像这样 大长的选择 黑棋并没有选择加工 而是选择的手脚 白棋拆 拆在这 如果普通的拆二 或者拆三 还是给黑棋留下一个 逼过来的好点 白棋拆在这 黑棋当然要打入 这不打入 白棋连上 棋形不错 如果黑棋就走个这个 白棋可能就连一连 黑棋打入 我们普通的感觉 黑棋这一打入 白棋可能会拆二 拆二呢 很显然也是一个要点 黑棋拆过来 白棋这个是姑棋 白棋拆二 安定了 还瞄着脚上 靠近去拖之类的 种种手段 那么 普通的下法 这个 人类比较普通的 这个构思 应该是拆二 但是拆二呢 黑棋在这尖顶 掰的在这边 不太好动 再尝出来 黑棋跳的话呢 掰的应该是 这两个字 被弓 有点被动 好 那么我们来看 阿尔法维棋的 这个 它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它靠在这里 靠在这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 局部黑棋 最容易想到的对侧呢 一是长 二是扳 三是扳这边 退这个呢 不太像好棋 往这地方长一个 感觉太 棋型太局促 白棋就压住就可以 那么如果黑棋长的话 白棋 可能会这样下 脱 这个黑棋当然要半 白棋虎 黑棋退 白棋走几个就 可以说已经先手便宜了 至于是再拆二 或者是怎么样 甚至飞攻过来 都是有可能的 就算简单拆个二 比被黑棋 尖顶的话呢 白棋这几个 已经先手便宜了 黑棋再打的话 力度 进攻的力度 比尖顶要差得多 白棋将来 还有做截的手段 那么靠一下的意图 就是 当我虎过来的时候 你不能打这个 如果白棋 直接拖了虎 黑棋是会翻打的 白棋如果打下来 黑棋把这个断 这样白棋实地损失比较大 一般来说不可 而我靠了一下 再拖虎 再拖再虎 这黑棋不太可能翻打 这被白棋翻下来 这一站 这被斑一下 黑棋无法忍受 这个断点都没了 黑棋还走中 所以长被白棋拖 白棋应该是先手便宜了 那么 那么如果是斑这个的话 白棋很可能也是拖进来 再一户 你粘不上 粘上被断吃了 这又退 白的再一断 黑棋大致也只能长 如果长这个的话 这个断点非常厉害 白棋就算简单地扳这个 也轻松地活到脚上 长这个白棋保持掉 这个白棋应该也可以满意 因为白棋这个子飞到这儿了 黑棋这边走得再厚 也没有多少价值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是黑棋不错 但是这里已经被白棋飞到了 白棋总是要拖进来 所以黑棋的应手也非常的 就是说有针对性 顶 你靠这个是想拖吗 我顶住你 你得长吧 长完我再在这边 再 再硬 黑棋是斑 白棋能连斑 下得很紧凑 黑棋长 这只不能随便断打 断打完被白棋沾了之后 这靠下来 黑棋味道不好 所以先退 好 白棋这多了几个子之后 它走起来就不是拆二 它是飞过来 飞攻白棋 飞攻黑棋这个子 那么 黑棋如果逃 很被动 如果这样逃 很被动 白棋这两个 已经形成一个包围圈了 所以黑棋断打 让白棋这靠了 斑 亏损进去 那么当然白棋这边 被吃了亏损 但这边 也有所得 这一招 把黑棋这个字给招死 也是一种小小的转换 黑棋之所以 这个子 它愿意就这样被吃掉 是因为 黑的拆过 再拆过来很舒服 再拆过来 这棋 黑棋有拖过 冲先手这些拖度过 你要是再补 再后手补 那黑棋先手拆到一下 这个太愉快 你要是这样顶 我一尝 脚背 脚 白棋把黑棋的脚 撞得很结实 这边呢 还依然 依然残留什么 尖顶之类的 有一些余味 并没有补干净 如果这样撞完再补 那黑棋太愉快 先说便宜到 所以白的也很难受 这个时候呢 白棋 靠 靠在这 这手法 在 在以前 当然现在这个靠 在人类棋手的棋谱里面 也是 也是 经常看得到的 在以前的话 我们会从三三 三三开始动手 选择的是靠 靠什么意思呢 黑棋现在当然搬住了 白棋扭断 靠断的作用就在于 黑棋 这长一个是长形 不长也没有其他好棋下 那么靠长了之后 白棋在脚上留下一个活棋 留下一个活棋 这样的话 白棋再顶起来 这样就容易顶出手了 你这走得再厚 我脚上一打一粒 都是活棋 那么 就等于以后 黑棋要补的话 只能补在脚上 而如果你先不交换 先不交换走成这样 这脚上将来未必活 再走的时候 黑棋肯定有其他下方 它不会让你轻易地 留个活棋 不会让白棋轻易地活 所以这个靠段正式实际 黑的长 之后白棋再顶 白棋顶之前先加工 这加工是引针 这要跑 黑棋必须得提 先锁加工 然后再把这个顶住 这个顶相当大 被黑棋拖过的话 白棋这块还不是那么安定 黑棋顶住 白棋顶住 那么黑棋这脚已经很结实了 不需要在这马上走起 可以再冲一下 俗冲一下 这当然要打 拐一个 顶住的棋心太难看了 将来被黑棋这打一下 又这打一下 所以把这退 冲完拐一下 之后呢 黑棋是跳出来 这三颗子毕竟被加工了 往外淘一淘 白棋立 另一个价值也是相当大的 这地方黑棋走 黑棋就简单搬占 这有加 白棋很可能得再补一个 那立完的话呢 木树增长不少 这还将来有靠跳进来之类的问题 黑棋脚还变薄了 所以立一个相当大 白棋立之后 黑棋挤 适应手 这是这个脚上的常见下法 白棋要印在外边的话 黑棋这个立先手 这一跳就跳过 白棋沾 沾了黑棋靠下来就容易下 挤一个是先手便宜 靠断 这是棋形 靠完如果虎在这 白棋接在这里 黑的 长 那么将来白棋这一次 基本上是先手 这里白棋的木树也稍微的 粘在这稍微好一点 而黑棋断 白棋不能反击 反击被黑棋一套打 再一挖打 白棋没有那么厉害的劫材 所以白棋只能吃掉 真唱的 黑棋再一打 你总不能再粘在这了 粘在这被他打下去了 只能提 那黑棋长 白棋将来刺过来 就 黑棋就脱先了 这个先手力是没有了 黑棋对眼 眼形上来说 黑棋这样下要好一些 黑棋下厚了 下厚了之后呢 这一飞起来 这一飞 白棋受不了 这个子太弱 所以需要补齐 要在这 这边留个扳过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再补一手 那么现在暂时 这个扳过并不大 黑棋呢 立下 这地方被白棋搬一下 这木树上来说 也不可小看 黑的立 白棋觉得这里 如果被黑棋这么 飞点过来 这一下扩张过来 也是价值很可观 所以白棋搬头 那么这两个交换 黑棋在地上 实地上 还是有收获 挑这个 这地方要是被挡下来的话 是很大的 黑棋这围了不少木 而且将来靠出来 白棋还得再补 那么这块就变薄了 或者说黑棋打上来的时候 白棋得单贯连 这都是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白棋呢 不让它打 冲 完了 加紧了 冲完了 加紧了 黑棋不能冲下来 冲下来被断 这个 简单长一个就行了 这边要吃 这边要长 黑的不行 所以 接住 再刺一下 刺一下要求线手便宜 普通的想法的白棋就沾上 黑棋大致也就是脱鲜了 虎之类的 这时候白棋不肯接 又显示了它 这个 下得非常 非常紧凑的 这种 你要先手便宜的地方 阿法国只要能反击 只要有反击的手段 它就尽量会选择反击 靠这个 黑的如果冲 那么白棋就断了 这脚上这个子已经先手吃到 这白棋总是好的 黑棋选择架 粗一看呢 这没什么 我就夹你一个 但是它 跳 跳点 这个反击的棋形 拿捏得非常到位 不管你是冲也好 或者爬过也好 你走什么的话 爬过的话 甚至白棋要立下 白棋就沾上吧 再一段 这点的作用就是你不敢吃 吃的话它一段打 这一段把你吃了 你得粘 那这这么大一个角就被白棋给吞了 黑棋也受不了 所以点在这 黑棋不敢在这边动 要补一手 需要补一手 那么白的就不是粘在这了 挡一个把黑棋吃进来 所以这一靠在一点 这也是 也是非常锐利的反击手段 阿尔法维奇在这种地方 对于棋形 对于这个棋形 它是非常敏锐的 黑棋挡一下 白的扳 这一扳是 最起码 这地方最起码也是 如果黑棋跟着硬的话 双先四目 白棋先走到 扳在这 黑的跟着硬被白棋先手便宜了 所以黑棋也是 黑棋也不肯 随随便便的就 对方便宜了一下 你就老老实实的硬 靠 白棋这肯定要打 走这个的话 这段的味道 白棋又要被收气的问题 这一段 吃的话就冲出来 贴的话这一打要收气 搞不好气还不够 所以挡这个是本型 白棋挡 黑棋再虎 白的长 黑棋见顶 继续瞄着白棋这几个字的薄位 当然不能被再非公了 再被一非公 白棋这就 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得补齐 如果补在这的话 这个靠断也是个问题 一旦被黑棋靠断 被黑棋靠断 被黑棋靠断 针子呢 针不掉 如果退的话 黑棋就把这边杀出来 你看 白棋这边不活 这被一跳呢 这两个子又要死 所以这个靠断的严厉性 不容忽视 所以白棋是尖着补 尖着补 下一步 这一非点很舒服 黑棋这块还得委屈的去做活 白的已经有眼了 那么很明显 黑的必须得把这个飞了 这一非事关这个白棋的根据地 黑棋活得很舒服 把白棋的根收了 接下来进攻白棋呢 比如说就简单跳的 简单跳或者靠断 白棋这块都很薄的 或者先从中间来再拷短 所以白棋需要补一 需要补 但是这样单关联 是效率太低了 所以白棋往中腹跳一个 补上 把自己加厚一点 补厚一点 那么这一打一粒 有将近二十木的价值 一打一粒 搅活了 有接近二十木的价值 外边还多一些借用 在现在这个局面 绝对是大的 所以黑棋补上 把一个立一下 搬到这儿 好 这局面进行到现在呢 这个 局面进行到现在的话 大的 大厂 大的地方都 双方也都站得差不多了 这个 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 特别激烈的碰撞 激烈的战斗 但是呢 从这个双方的骑行 和一些次序的把握上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 这个 黑白 双方的 阿尔法 购阿罗斯 还是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 好 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的战斗 这盘棋相对来说呢 平稳一些 不像 不像有的 阿尔法 围棋之间的对局 搏杀的那么 那么激烈 但是 细微之处也显出 也可以显出这双方的 这个 实际上是一方了 显出阿尔法的功力 而且有一些招法也是相当精彩的 比如说黑白 其靠到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一些细节上呢 也很耐人寻味 白棋这一大飞 黑棋这一病 这一类的招法 还是值得细细品味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说到 黑棋把这个脚吃了 黑棋把这个脚吃了呢 白棋下一步是 立 立一下 试试黑棋的应手 黑棋印得非常老实 粘上 白棋依然觉得这块有点薄 黑的哪怕就这么走过来 黑棋这也有一些潜力 白棋如果被逼的单关联的话 黑棋这里可能是会围成一些空的 或者从这边走过来 你如果被逼的连回去 黑棋在这一带也有一点潜力 所以白棋要加强中辅 在这飘一手 加强一下中辅 黑的在白棋补了一步之后 点过来 挺有意思 点过来 白的普通的感觉是挡住 这样下的话 我们不知道黑棋下一步 它的预定动作是什么 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比方说它靠过来 靠过来之后 将来在这边走一走 在这儿 有没有可能 唯一点空 或者更进一步 再往里点 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 白棋没有挡这个 而是反照 白棋可能认为 棋子走在上边 它价值高于在这个地方走棋 这地方的黑的毕竟已经比较厚 黑棋冲 拐 这个子当然要逃出 白棋接上 把毛病补好 黑棋打吃 然后 补断点 来的压 压一个 木树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黑棋能靠 靠这个 把白棋这条路给断掉 那么下一步 这里有冲断的问题 这一冲断白棋要死 所以补一手 补在这里 黑棋呢 小费 白棋补了之后 如果黑棋拖先被白棋这样飞下来 黑的就相当委屈了 被压到没有价值的地方去 白棋中斧还要 还要围出一点空来 黑棋飞一个还是很大的 飞了之后呢 黑棋如果走过来的话 很显然 白棋为了这块的安全 可能要走单关联了 黑棋这毕竟能增长一些木 所以白棋跳一个也是要点 现在的特别大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双方就在这种细微的 你能长一点 我能长一点 在这种地方开始争夺 黑棋靠 拌 长 爬 靠长了之后就再拐住 这块空围的还是不小 所以白棋爬进去 加进去 把黑棋的空给破掉 白棋这地方 白棋觉得不肯顶一下 白棋的想法是 我顶一下再加进来的话 这地方被黑棋加住 白棋想我如果不顶你加住的话 我还可以往里加 但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追求 过于追求这个木数 上面其实木数相差应该也不是很大 白棋是不是还是应该把这个顶掉算了 白棋直接架了度过 直接架了度过 很可能白棋没有注意到黑棋下一步的手段 黑棋下一步断 这地方总觉得断不是来送死吗 但是黑的针断上来的时候 仔细一看 这不断是相当厉害 白的如果吃 黑棋这一穿 很厉害 白的一定要吃 黑的冲断倒是冲不断 冲断的话 黑棋是不成立的 白棋断打先手 打吃先手 再一沾黑棋就死了 但是黑的这一尖顶 黑棋这里有一顶 这个白的还是蛮难受 走这个不行 走这个被一挖 全部挖断 但是呢 白的走这个会好一些 但是这两个被截留了 也有史莱姆的价值 也就是说黑棋残留这个手段 你打吃的话 我就这么顶你一下 你就够难受的 这个白棋够难受的 只有补在这里 这两个段的其实也还好 这边还有一些借用 那么最起码黑棋可以吃住这十几目 甚至黑的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有 这个手段有点极端 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 打吃 如果你粘 那坏了 我先打两下 然后穿 穿 把你给穿掉 所以白棋只能滚包 滚包完 如果吃不住黑棋这团包子的话 这个需要精确计算一下 黑棋也许还要在这做点准备活动 但是如果吃不住黑棋这团包子 白棋可就麻烦大了 所以这一段相当的锐利 白棋这个时候再顶 这时候再顶 黑棋不会简单的长这个 黑棋如果长被白棋一爆 黑棋这一段就没有棋了 白棋不管爆吃也好 或者长在这 黑的都是没有棋的 但是现在再顶 黑棋抓紧机会一穿 这一穿白棋得联络 它得联络 那么黑的 黑的一打吃 白的这个不敢跑 跑的话 黑棋这一弧顶 把白棋那个卷进去了 只能往回连 黑棋沾上 白棋冲一个不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这个是可以逃回来的 白棋不能随意冲这一下 冲的话自身也有风险 黑的如果在不怕挖断的情况下 逃回来 我们把它看成这样的话 黑的这个断显然是有收获 本来觉得白棋这 有眼还有好几木棋的地方 被黑棋挖走了一块 白棋都变成单关 白棋冲 黑棋呢 夹 夹住 这地方没顶着 现在顶直接就是后手 你如果这么冲的话 黑棋就印在下面 等于黑棋把木都实实在在地拿到 下得相当紧凑的 它不是这样退着印 退着印的话 木树帮的还不够紧 加在这里 白棋夹进来 愤怒的争夺这个木树 黑棋贴一下 白棋也没敢随便冲着一下 沾上了 也就在退回 退回 白棋往里冲 黑的拐了一步 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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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呢 拐进来 拐进来 木树相当大 这地方把这个桃出来呢 不见得能 不见得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木树 有多少 拐一个 木树非常大 那么白棋既然不桃 黑棋就补 但它不是这样后手去补 这样后手补呢 效率比较低 黑棋靠在这 等于引针防你这个桃 白棋要随便印一下的话 黑棋已经先手防住 拐的拐在这边 拐的反拐 下得非常紧凑 你如果去吃这个子 那黑棋这有断 这一断 长出 断完甚至直接接住 这个非常厉害 所以白棋得粘上 那黑棋一虎 它补这个 补这个逃跑的 这个毛病 同时等于一手棋就威胁到这个端点 确实招法是很紧的 白棋靠 它也不肯就这么轻易的走回去 那黑棋已经先手获得成功 靠在这里 总是寻求着什么刺断之类的 要断黑棋之类的问题 黑棋呢 冲 在这定型 把这个 把这个断的可能性给消除 本来这里有断 有被切断的可能 黑棋冲完 打吃 再打 把断点先手补上 把断点先手补上 那么白棋这个软头 要冲出来的话 黑棋一路贴 这里也是 也是没有断点 然后黑棋再打 把黑棋长一个 长一个之后 这个刺断 这个真的要 很现实的 变成很现实的问题了 黑棋 靠 靠住 补住这个断点 白棋长 冲 冲击一下黑棋这一块 毕竟黑棋这块 眼位还是要有所 有所顾忌的 再长 冲 黑棋虎 黑的不能这么连 这样连本身是单关 而且呢 白棋在这一带 这一带 有个先手 这一冲断 黑的整个这块 也没有两个眼 所以虎在这里 做眼 是对的 虎了退 白棋这个棋形 断不开黑棋 冲这个的话 黑棋反冲 打吃先手 吃掉 断不开 白棋贴 长 之后呢 是小尖 一步步把这个木树收住 小尖木树也是相当大 收住这个木树 实际上还破了黑棋的眼 本来黑棋在这一挡 吃住这两个子 是有一个眼的 煎了这个之后 黑棋就没有眼了 黑棋没有眼的话 那么这块棋 很显然 白棋贴这个 断先手 拐先手 再一断开的话 黑棋整块是要死的 这不能大意 得补活 贴住 护着这个眼位补活 搬一下 一起沾上 冲 冲完之后呢 也很顶 顶了等于断开了 这个整块黑棋 断开了之后 白棋这个贴 我们看一下 这块白棋怎么来破眼呢 贴是一种手法 或者就这么很直线的 直白的冲两下 在一小间 黑棋这个 团这个的话一挤 退的话挤这个 这是一个假眼 这里是假眼 黑棋整块 整块是没活的 所以白棋顶的时候 黑棋要打吃 把这块补活 这里有断点 白棋接上 黑的挡住 挤这个也很大 白棋呢 团 好 那么现在该活的棋都活了 进入关子 进入这个关子的状 团这个是先手 否则的话 这断进来 黑棋这四个子就死掉 这不入子 所以黑棋叫吃 白的挡 这个关子巨大 否则黑棋 二路一小间是渡过的 白棋分不断的 挡住 黑棋先手半粘 白棋得补一手 不补的话 这尖刺 如果粘被断掉 白棋要补一手 黑棋大吃 这时候 白的如果粘上 那么白棋一定是判断 接上的话 控不够了 所以 先顶 这个挖的结 很恐怖 黑棋补一手 顶等于阻度 然后白棋这时候 开上来 开结 白棋判断 应该是 接上的话 可能会 小败一点 输一点 所以跟黑棋拼了 提 黑的结 白的这时候 把这个提了 换一个结打 提了的好处是 这边有一点本身结 而如果硬的话 黑棋不停地 还在这边找结 白棋想 这多几个本身结 再顽强地跟黑棋抗争 再打 但是这个 如果被提过去的话 白棋负担 应该是重一些 断 断 吃掉 提 而且顽强地结针 打吃 提掉 提回来 刺 这个吃掉也有20多目 所以这个结还是要硬的 贴下去 这一贴呢 是结材 但是呢 白棋搬住这个的话 这个结材 这个结对于白棋来说 这严厉程度降低了 本来提到这 黑棋是要搬在这的 就充一下 等于黑棋 如果打硬结 黑棋是亏损 但是呢 黑棋也不好在其他地方找结材 所以呢 就充一下 来的团 退 踢回 挤 这个要断 白棋接住 给的踢回来 打吃 踢回去 白棋如果沾上呢 黑棋先手找个结材 并且木处还便宜了 将来沾上有木 好 这时候白棋冲 冲的话 黑棋再沾也是结材 但是白棋这里 这里也可以有一个结 好 这时候 铺 铺损了一木棋 亏损一木棋 但是呢 将来再打吃 可能成为结材 为了这一个结材 白棋觉得 现在这一木棋 没有一个结材重要 结材现在非常的紧急 接上 踢回 摆着打 这时候黑棋没有站 把这个踢了 又换一个结打 这些打来打去的是 争夺非常激烈 打吃 踢回 点在这 黑的做活 白棋踢掉 反冲 换这个结打的好处是 黑棋有本身结打 冲 这都是结材 所以黑棋踢这个的选择 是对的 现在剩出一些 本身结 白棋再打 这个时候 黑棋看到再硬的话 结材 堪忧 所以 接上 这块棋呢 是这样 白棋踢 黑棋先把白棋冲断 先把白棋冲断呢 这里又产生一些结材 黑棋弯在这 黑棋 坐眼坐在这 局部呢 是一个打结杀 白棋 扑进来 是打结杀 黑的如果踢的话 白棋踢这个 是一个打结杀 黑棋呢 可以 将来可以这么下 打吃 再提掉 四字 白棋点进去 黑棋再提在这 打这个结 黑棋打赢了的话 一步就可以提到这来 扑式结杀 黑棋并没有活进 但是呢 现在白的扑进去呢 白的也没有那么多的足够 黑棋已经走得非常厚了 白棋没有那么多足够的结材 来跟黑棋打这个结 所以白棋先把这个拐回来 黑棋补活 好 总的来说 这一串 这个得失看来呢 等于白棋 不沾 而开了这个结 把这个角的地给占 但是呢 这边被黑棋吃回来 总的来说 这一圈打结呢 黑棋 至少是不亏 至少不亏 现在又激烈的结针过去了 慢慢收官 这一铺相当大 铺完一串接不归 白棋就不可能把这个子连回去了 白的把这个接住 这也有六目的价值 白棋先说加 之后呢 刺 踢掉 大刺 白棋接不归 刺一下 跳点 断了这条路 白棋需要往这里 渡工 挤一下 之后把这个挡住 非常大 好 白棋打吃 黑棋把这个一断 好 把这个一断呢 基本上大关子也就 也就收得告一段落 踢掉 黑棋 应该说黑棋 小盛的局面是 不可动摇 没有沾这个 而是冲在这里 黑棋如果冲的话 白棋挖这个 也是可以连通的 接住 白棋连 冲一下 好 接下来呢 都只剩下一目两目的关子 这棋不会跟胜负造成任何的影响 最终呢 黑棋这盘棋是获得了胜利 好 那么这盘对局就为大家讲解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稍后